今天要继续讲以西节书的第八讲 里路亚现在进入的第八讲 总共有九讲 以西节书总共有四十八章 第一章强调上帝 他透过宝座的意象来显明 他的荣耀是威严的 是圣洁的 是完美的 是永恒的 第二章到第三十二章呢 上帝透过审判各国 包括审判他自己的选民 犹大国 还有审判犹大国附近的列国 来写明 他是掌管邦国 掌管历史 掌管万有的真神上帝 他是荣耀的神 第三十三章到第四十八章 特别强调上帝的应许 告诉我们 虽然他的选民犯罪堕落 违背上帝 以至于被上帝审判刑罚 分散到四面八方 但是神应许他们 不但是要复国 而且还要回到本地 应许之地来立国 所以第三大段告诉我们 神是一的确确透过他实现自己的应许 然后帮助我们更多更多 他是荣耀的主 他是说话算话的神 不像我们人呢 常常忽悠 常常说了不算数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讲第八讲 特别强调复兴的蓝主 大家说复兴的蓝主 神是自服的神 神是应许的主 可是呢 其中却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蓝主 这些蓝主呢 特别在第三十三章到第三十九章 向我们写明有哪些蓝主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特别 我把它归纳成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有污秽 有偶像 有罪过的蓝主 第二是没希望 没信心 没合一的蓝主 第三呢 来把它拉上去 第三是不战起 不参军 不打仗的蓝主 我们要靠主的启示 来思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这九样 而蓝主了 神的复兴 神是很清楚告诉我们 祂的旨意 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 而且祂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 可是 神的仇敌 好 撒大魔鬼呢 是千方百计 处心积虑 一直在那边做拦阻 做拦截 做阻碍的工作 所以求主今天 让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的确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刚才秉顺 有没有祷告这一句话 有 我们不可给魔鬼留时间的 留空间的 留任何的地步 我们先来祷告 主啊 我们能称呼你为主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慈爱 因为我们哪里配 让你来主管我们 领导我们 牧养我们呢 主啊 是你自己创造我们 要让我们蒙恩和得福 要让我们享受主你自己 天父实在恳求你 透过以西结书 让我们晓得 你的确是赐福的主 你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应许 但是呢 撒旦魔鬼不断地拦阻 破坏 不断地分裂和破坏 主啊 实在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起来看见 主啊 你是得胜者 主啊 你愿意让你的儿女们 能够站在得胜者的 应许当中 靠主得胜 而且是胜而又胜 天父我们求你 把这样一个得胜的信心 赏给我们 也把得胜的高膜 由天而降 让我们今天 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 的的确确能够浸泡在 主你得胜的恩高和喜乐盼望当中 我们仰望你 我们等候你 如实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了 神的确是赐福的神 也的确是应许我们 要福上加福 乐上加乐 恩上加恩 利上加利的神 可是呢 神遇到很多很多的拦阻 那这些拦阻呢 神告诉我们 要如何来破除 如何来破除 从以西结书的第三十三章 很清楚告诉我们 神设立了一个特别特别的 职份的人 叫做守望者 对你旁边讲你是守望者 你是守望者 什么叫做守望者呢 守望者是一个报时间的人 如同夜间在打羹的人 告诉你现在是三羹 还是四羹 还是五羹 所以 斯许一羹 他的确成了一个守望者 他出来传扬福音的时候 讲的第一篇信息 就告诉我们 时间近了 他怎么说 他打羹 打时间 说天国 近了 你们应当 悔改 耶稣基督出来传道 他讲的第一篇信息 是什么呢 也是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一个报时间的人呢 最重要要告诉你 现在几点钟 现在到底世界局势如何 世界还剩下多久 到底我们人要如何来面对 这千变万化的黑暗的权势 所以守望者是一个报时的人 然后报时呢 也观察两军的情况 好好的祷告仰望 敬拜赞美 然后呢 最后就是报忧惑报喜 当然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我们应该 期盼的都是恩惠慈爱 期盼的都是神迹奇事 应该都是报喜的 可是 我们 不管信主或不信主 说真的 我们的一生 从小到大 从过去直到如今 我们到底是报喜多 还是报忧多 夫妻两个人 到底是报喜多 还是报忧多 父母儿女 老师跟学生 到底是报喜多 还是报忧多 哎呀 求主里面我们 我们看到神所爱的宝贝啊 就神的选民 号称是耶和华 眼中的同人 那这些神的选民 请问他们跟上帝 到底是报喜多 还是报忧多 从始至终 从出埃及 到旷野 到进迦南 一直跟上帝 报喜还报忧 一直在报忧 那请问你我他 我们 从过去的绕路经 我们对上帝 我们对别人 甚至我们对自己 是报喜还是报忧 我们常常宣告说 哎呀完了 惨了死了 请问是报喜还是报忧 求主里面我们 所以撒旦魔鬼 就希望你去报忧 但是呢 耶稣就希望你报忧 还是报喜 报喜 所以对你旁边讲 你从今天开始 要报喜不报忧 因为神总是赐下 大喜的信息 我们马上要过圣诞节了 天使从天上 向牧羊人报家音 他怎么说 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 这是报忧还是报喜 报喜 所以我们要懂得 天国的奥秘 神希望我们 是一个报喜的人 神也希望我们 是一个享福的人 今天很多很多 没开车的人呢 他认为只要有车 就如何了 好方便啊 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有车的人 好像比没车的人 有什么 有福 其实有车的人 真有福吗 今天我从家里出门 没两分钟 不到两分钟 警察就给我亮灯了 那有车的人 如果被警察 不被警察抓 就如何 就有福 那被警察抓 而不开罚单的人 会如何 就更有福 就感谢神 如果今天 被他开罚单的话呢 那这里可能 九点钟都到不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被抓了 没开罚单 所以何牧师 今天有没有享福 有 有享福 那今天也 让我感觉非常非常 特别温软 因为照理来讲 我们陈海明弟兄 哇 这几天 实在千辛万苦啊 因为我们的软气呢 出问题了 所以一直没有修好 那他预估说 今天的一楼跟地下室 会非常非常的寒冷 可是近四年来 今天是我去地下室 最温暖的一次 每一次我去地下室啊 虽然软气很好 可是每一次去地下室 觉得说 哎 好冻啊 那寒气逼人啊 可是今天去地下室呢 觉得好温暖 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生 不知道他几点到了 他就在地下室 放了两个电软炉 而且是 东西南北在转动的 那请问 今天何牧师 去地下室 有没有福 有福 因为没有受 冻寒之苦 所以我们今天 都希望有福 但是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 要明白 到底 哪里是福源 哪里是万福的源头 我们上礼拜特别强调说 耶稣基督 三一上帝 才真正是福源 可是这位上帝呢 他也应许我们 只要你 成为行造的人 你也可以成为 大家说 福源 所以你也可以成为福源 那这个福源 到底是什么福源呢 到底谁才能够真正给我们福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 除耶稣基督之外 除真神之外 所有的福呢 都是短暂的 有限的 虚拟的 假象的 所有的福呢 甚至都是可有可无的 比方说 我们今天 你所要的 一切的 吃 喝 穿 住 其实我们 有义有食 有住 就知足乐 可是我们 却需要能够 吃得更好 然后呢 穿得更好 然后呢 要住得更好 那这些其实都是 所谓的身外之福 来大家说 身外之福 前两天 有一个妈妈 给我发微信 告诉我说 她女儿申请哈佛大学 批准了 她好开心啊 的确 这是福 前两天呢 美国的德州 发现了 石油跟天然气 有五百多 一桶 是不是 哇 大家好开心 觉得说是上帝 赐给美国的 今年的圣诞礼物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人 都认为 得到这些 所谓的物质上的 身外的是福分 单身的人 甚至会认为 如果我能够 结婚就如何呢 就有福了 那结婚 真有福吗 那单身的人呢 他有一个梦想 有一个盼望 甚至有打告 说神啊 让我找到一个帅哥 是又高又富又帅的 那我们弟兄们 有没有打告 上帝啊 你要给我找到 一位女士是什么 又白 又富 又美的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所谓的 外在的 这些热闹啊 这些成就啊 这些辉煌 其实都是身外之福 圣经当中 所要给我们的福 乃是身内之福 什么叫做身内之福呢 神要把它自己 这个万古的源头呢 赏赐给你 神要把它自己 住在你的里面 让你得到身内之福 大家说 什么是身内之福 就是上帝在你里面 对你自己讲说 上帝在我里面 你只要真正能够 让上帝在你里面 你今天是一个 什么人 才是真正有福的人 才是完全有福的人 才是永远有福的人 得着上帝就得着多少 得着一切的一切 你得着很多很多 身外之物的话呢 都是短暂的 虚空的 劳苦的 愁烦的 马云阿里巴巴的 这个创办人 他很 直接地告诉你 他痛不痛苦 他活得比任何人都痛苦啊 所以我们要为马云祷告 让他能够真正认识上帝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成为福源 要很多很多 你所接触的人 因着你而能够认识耶稣 因着你而让一二三三 一个神住进他的心中 所以任何人 我们要明白 身外之福很好 但是身内之福如何 更好 我们基督徒要求什么福 身内之福 对你旁边讲 你要求身内之福 可是我们晓得 撒旦魔鬼 喜不希望我们来认识神 撒旦魔鬼 喜不希望我们成为福源 撒旦魔鬼 喜不希望你真正拥有 得着身内之福 大家说 肯定不希望的 肯定要偷窃 杀害 毁坏 他宁愿让你去寻找 身外之福 去享受身外之福 而不让你去 得着身内之福 因为他知道 身内之福呢 就是得着上帝 如果你得着上帝的话呢 那撒旦魔鬼如何 撒旦魔鬼就无稀可唱了 所以撒旦魔鬼呢 就想办设法的 就是要让人呢 去寻找身外的 要让人呢 去更多更多的 被撒旦魔鬼欺骗 忽悠和愚弄 所以我们来看到 就复兴的男子就是 第一个 有误会 有偶像 有罪过 撒旦魔鬼 就让我们在这 最恶的世界当中 因为有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和今生的骄傲 我们就和撒旦 同归于尽 我们也因着 有很多很多的 各样偶像 这个偶像 就是神和人之间的 第三者 就第三者 包括爱情 包括儿女 包括工作 包括成就感 包括金银财宝等等 所以我们有 很多很多的偶像 给魔鬼留地步 然后我们更是犯了 很多很多的罪孽 所以我们来看 以细节书 第三十五章 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复兴的拦阻 所以我们成为守望者 成为牧师传道 成为长老执师 我们要有这样一个责任 来督促 来帮助 来提醒 很多很多的羊群 他们是不是 都在沾染污秽 都在敬拜偶像 你以为你信主受洗之后呢 你就真正基督徒 没有敬拜偶像吗 其实我们 还是有太多太多 那个 看不见的偶像 虽然你没有 在庙里面 去三跪九寇 去烧香拜佛 但是呢 我们内心的处 有太多太多偶像 所以这些 污秽跟偶像呢 会拦阻 神的赐福 也拦阻复兴的来到 所以三十六章二十五节 我们来看 以细节书 三十六章二十五节 所以复兴的拦阻是什么 也就是 来我们来读 我必用清水 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要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切的偶像 你看看 我们要脱离一切的污秽 弃掉一切的偶像 我们才能够享受复兴 来享受真正的福分 我们再看三十七章 第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什么呢 三七章的二十三节 再次强调 也不再因偶像和可争的物 并一切的罪过 玷污自己 我却要救他们出离 一切的住处 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 我要洁净他们如此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所以父亲的拦阻是哪些呢 就是污秽 偶像 还有呢 还有罪过 是一切的污秽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立定心志 的的确确除掉这些污秽 偶像和罪过 在神眼当中 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的人 你知道吗 都是须有其表 其实所看重的 都是自己的肉体 自己的肉体 不管男的女的 你在出门之前 你会多关心你自己的头发 关心你自己的服装 请问 这个关心肉体 有没有错误啊 其实没有错误 可是偏偏呢 在以西结书 第三十五章 告诉我们 我们要好好思想 这段圣经了 我们讲到说 复兴的男主啊 其实自古以来 从亚当夏娃开始 神就知道 撒大魔鬼 是一个死作勇者 所以上帝把亚当夏娃 安置在伊地云的时候呢 特别吩咐他说 你要修理 看守 看守什么 就是防止撒大魔鬼趁虚而入 但撒大魔鬼太厉害了 他选中了夏娃 透过一个点 然后点跟 两个点连成线 最后点加线加面 来围剿 神的选民 结果神的选民呢 越来越误会 越来越拜偶像 越来越注重的就是肉体 注重的就是 须有其表 所以三十三章第三十一节 我们来看 以西结书 三十三章第三十一节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的肉体啊 常常都会 说很多很多甜言蜜语的话语 我们来看 他们来到你这里 如同明来聚会 坐在你面前 仿佛是我的名 他们听你的话 却不去行 因为他们的口 大家说 多显爱情 我们的肉体 很会表达 我们是 你能我能 我们是 怎么还哭实烂 我们是 这个 唯独爱你 但是呢 我们的心却如何 上帝知道 我们的心 却追随财力 所以 以西结书 第三十五章 特别强调 神透过 以扫 来告诉我们 教会要复兴 神国要降临 以扫 是成为一个 极大的拦阻 我们请打开 那个以扫的那些 那张PPT 好 以扫 那 三十五章 提到 以扫是个拦阻呢 是 耶路撒冷 已经被 焚毁了 国 已经 被 破 被破了 然后 神告诉我们 三十五章 以扫 是 复兴的拦阻 那在第二十五章呢 神已经 审判过了 以扫 那第三十五章 一开始 又提到 以扫 为什么呢 因为 以扫 是代表 肉体 大家说 以扫 代表 肉体 神之所以 选择 雅各 而没有选择 以扫 就是 以扫 总是让 肉体 作王 那 雅各呢 一直要选择 那个属天的 属灵的 神圣的福分 那 以扫呢 要选择 口腹之欲 那种短暂的 满足 所以 以扫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哪些特色 以扫的 这十大特色呢 告诉我们 这是复兴的拦阻 第一个 以扫 就是以东 他因一点 食物 什么食物啊 大家记得吗 只因一碗 猴冻汤 他就把他 那么尊贵的 长子的名分 卖给谁 卖给他的弟弟了 所以你看看 神就觉得 这个人实在是 一塌糊涂啊 怎么如此的 败坏 墮落 竟然因这一碗 猴冻汤 可以把他 怎么样 最宝贵的 最尊贵的 长子名分 卖掉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西伯来书 第十二章十六节 了解一下 全部的内容 西伯来书 十二章十六节 所以 如果 我们 信主主要如今 我们不是 追求属天的 而是 常常要满足 属肉体的 我们 就成为 一嫂的 什么 一嫂的 同类 我们就成了 复兴的 男主 所以 西伯来书 十二章十六节 恐怕有 淫乱的 有贪恋 世俗 如 以嫂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 长子的 民分 卖掉 所以 以嫂 他是贪恋 世俗 而且呢 他是 多有淫乱 多有淫乱 来回到 以嫂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呢 就以嫂 他娶 嘉南的 女子为妻 嘉南 为子为妻 他因放纵情欲 而贪恋 世俗 与世界联合 第三个 以嫂 又娶了 以石马力的女儿 属肉体的人 喜欢属肉体的吃 第四 以嫂 往别处去 就往西尔山去 离了他兄弟 雅哥 属肉体的人 不喜欢 与弟兄们 同过教会生活 第五 因为 以嫂 财务 群处 更多 所以不能同居 心被外面的财物 所霸占 以致容不下 雅哥 来 看这电话 第七 以嫂子孙中 做主掌的 记在下面 属肉体的人 喜欢做头 管理别人 所以耶稣基督 他告诉我们 我们成为人 乃是要柔和谦卑 不但荣耀神 要去服侍人 要去服侍人 所以 神给我们双手 也不是去 打人 打你耳章 打某些人 耳光 等等 神乃是 让我们双手去什么 去做拥抱的工作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学习 耶稣的仿向 耶稣说 如果你想做手 必须要先做什么 先做仆人 所以第八呢 那里原有的居民 和利人 与世界联合 其结果 就被世界所同化 所以以扫就越来越 被世界所同化 然后第九节 告诉我们 以扫呢 他的后裔 遇着温泉 就是这亚拿 然后 我们晓得温泉 像台湾有很多的温泉 那我们中国人 也很喜欢去 所谓的泡汤 去洗温泉 但是呢 你洗温泉 真正会因着 那些矿物质啊 让你的身体啊 皮肤啊越来越美好吗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的确更美好 但是呢 如同这里所说的 这世界的水 不管任何水 即使它如同温泉一样 是那么的稀罕珍贵 但是呢 喝了这水还要如何 还有再喝 第十就是 在以东地作王的记载下面 那时候 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王 可是以东呢 却早就有王了 代表什么 他是一个的确属肉体的人 他是厌弃上帝 他不要上帝做他们的王 所以神告诉我们 复兴的男主是什么呢 就是像以扫这样的一种肉体的 整天就是想肉体 要满足肉体 整天就是要听肉体的话 要让肉体来成为王 这样的人呢 神说什么 要成为复兴的男主 所以神特别 在审判列国的时候呢 就单单对 这么多国家当中 只有对遗扫讲说 你要荒凉到底 我们看三十五章第七节 以耶稣出 他说你要荒凉到底 不再成国 是永远荒凉 是完全消灭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审判 原因在哪里 就是我们要迎接 完全的复兴 永恒的复兴之前呢 我们的肉体 我们如同以扫的那些贪恋世俗 重情淫乱 我们那些趁火打劫 我们那些嫉妒仇恨 幸灾乐祸 要完完全全的除去 真正的复兴才来到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三十五章第七节 三十五章第七节 这里神通过七七讲说 神审判 以扫 所以在二十五章 已经审判以扫了 结果三十五章 再一次审判以扫 原因在哪里 就告诉我们 以扫的传染力 太大太大了 如果我们不完全断绝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迎接 彻底的复兴 所以上帝说 我必使西尔山荒凉 令人惊害 来往经过的人 我必剪除 所以任何人 如果经过以扫所居住之地 都要被上帝剪除 为什么 因为任何人 如果一经过西尔山 一接触以扫的 这些伙伴的话呢 他的基因就被转基因了 他就中毒了 所以就带给世界的 不是福云 而是灾祸的话呢 所以神呢 就叫我们 要迎接复兴的人 一定要如何 要全然的 就是把以扫的各种本性 各种污秽 偶像 罪恶 淫乱 全部给 以扫而空 所以这是求主帮助我们 复兴的拦阻是什么呢 就污秽 偶像 跟罪过 那以扫就是如此 所以神呢 要永远审判以扫 让他不再 不再像以色列 以色列呢 他荒凉了 他分在世界各地方了 可是神应许以色列 会不会复活 会复活 而且神应许说 以色列复活之后呢 哇 他的 这个经济 要何等的繁荣 他的人口 要何等的倍增 可是 以扫呢 就完全荒凉 道理 感谢神 目前全世界 找不到以扫这样的一个活路 所以神的确是 说话 说话得住 我们来看 复兴的男主 第二个就是 没有希望 没有信心 没有合一 我们来看 三十七章 三十七章 以西节 三十七章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张圣经 因为 很多很多的牧师 都透过这张圣经 来鼓励我们 要有信心 要有盼望 因为 神呢 把以西节 提到了 大陆的平原 三七章 第一节 我们来看 三七章 第一节 耶和华的灵 降在我身上 耶和华 借他的灵 带我出去 将我放在平原中 将我放在平原中 这个平原呢 我有 把很多的 其他版本的翻译 放在 网站当中 会让大家看 放在平原中 这平原 变满骇骨 那个平原呢 乃是两个山之间的 山谷 代表低层 代表非常非常的 死气沉沉 非常的阴凉 悲惨的 一种景况 然后 以西节 被 神带到 这个平原当中 看到平原 变满骇骨 这个骇骨呢 他形容说 是极其的多 而且呢 是极其的 枯干 神问 以西节说 人子啊 这些骇骨 能复活吗 以西节如何回答 能 或是不能 以西节 他非常非常的 体贴神心 也非常的了解自己 因为如果 透过人的 肉体来讲的话呢 我们一定会觉得说 已经 如此枯干的 骇骨 如何能复活呢 但是以西节呢 他很有智慧的回答 说什么 他就说 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那其他的英文版本 有提到说 至高上帝呀 唯独你知道 这个回答呢 满足神的心 所以 神就透过 以西节说什么 他说 你 对这些 骇骨 发预言 枯干的骇骨啊 要听 耶和华的话 所以 以西节就遵命 对骇骨 发预言 那骇骨呢 是极其枯干 而且 非常多的 分散 在 三谷当中 骇骨呢 是完全死透了 死透了 我们 遇到这样的光景的话呢 请问我们觉得 有盼望吗 这些骇骨呢 是形容 犹大国已经亡国了 不但 圣城被拆毁 圣殿被焚烧 而且 其中住的圣民呢 全部被辱到 巴比伦去 那你说 他们死的是如此的 彻底如此的 枯干 他怎么可能会复活呢 所以 他们觉得说 没有希望的 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然后呢 他们也对 神 他的作为呢 也不具备 那满足的信心 然后 他们不了解 在神来讲 完全没有难成的事情 神 他 做任何事情都能 只是 到底神 肯不肯做 如同 耶稣基督 遇到一个 长大麻烦的人 他求耶稣来 洁净他 那 他就问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 洁净了 所以 主是 凡事都能 但是 主 是不是凡事都肯 我们不晓得 所以 以西节就非常有知误 讲说 至高 全能者呀 你是知道的 这些害群 能复活 一定能复活 但是 你肯不肯 让他复活呢 主完全在乎你自己 所以 我们求主关注我们 我们对神 的确要有信心 为什么呢 以西节书 提到很多很多次说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在前面 第一讲 第二讲 第三讲的时候呢 有提到这个重点 不断地出现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为什么 神要让 以西节 而且 要让犹太人 以色列人 跟 这个 主内的 主外的 所有人都来认识 他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 第37章 38章 39章 也特别强调说 我们的上帝 希望我们都认识 他是耶和华 到底耶和华 是什么意思 我 不断地强调 耶和华就是 自由 拥有 自己存在 永远存在 自己是 永远是 在耶和华 没有不是 除了耶和华之外 其他都不是 来 我们说 除了耶和华之外 其他都不是 只有耶和华是 只有耶和华是 绝对的事 是真正的事 是完全的事 是永远的事 所以耶和华是 自己是 永远是 他是 自己 爱 永远爱 自己亲密 永远亲密 自己 满足 永远满足 自己 完整 永远完整 自己全备 永远全备 然后自己 富足 永远富足 自己 能 永远能 自己有力 永远有力 耶和华的名字 就这样的意思 所以神希望 透过以西结束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够认识 这是神 为什么 他没有强调说 你们要认识 我是 Elohim 他特别强调说 你们要认识 我是 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呢 特别强调说 神和人的 关系是 非常非常的亲密 所以神渴望 他与人亲密 神创造人的 目的原因呢 就是 他渴望爱你 爱到一个地步呢 是跟你 极其亲密 极其合而为一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 自 有永有 自是 永是 这个 看起来有点像名词 其实呢 这个 更可以当作动词 动词 所以我们 何等何等的感恩 只有在 耶和华当中 我们才能够享受 那永永远远的 世 所以 以西节 告诉我们 如果 如果我们 对耶和华的认识 不够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盼望 我们就没有信心 甚至呢 我们也 不愿意合一 我们的神是 合一的神 祂是 一而三 三而一 祂是 独一 又是 第一 又是 合一的神 我们不认识祂 我们就没有合一 所以 如果 没有信心 没有盼望 没有合一 我们就不能 期待一个 真正的 完全的复兴 那 以西节 三期 告诉我们 神 神 透过 以西节 就是 祂宣告 神的话 就让 鼓与鼓 互相 联络得 整齐 头鼓呢 那个 骇鼓 变满 平原 四散 各地 头鼓 胸鼓 手鼓 肋鼓 是乱七八糟 没有秩序的 那所以 要让它复活之前呢 所有的 骇鼓要如何 头鼓归头鼓 手鼓归手鼓 肋骨归肋骨 大腿小腿骨 都要归 大腿小腿骨子 所以要排斥整齐 各就各位 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 火血头鼓 我们期待复兴 我们敬拜赞美 不断地唱说 哎呀 复兴要领导 领导 如何 预备自己呢 就是 所有的骨头 要如何 要各就各位 头鼓要放在 头鼓的位置 脚鼓要放在 脚鼓的位置 那 鼓与鼓 联络的整齐 就够了吗 还是不够 需要如何呢 需要 加精和 长肉 所以 神呢 就兴起环境 摇动人心 然后让 大家实在觉得说 我们要合一 我们要得胜 我们要复兴 所以我们不能够 分门别类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要 头鼓 手鼓 脚鼓 肋骨 全部各就各位 然后呢 要期待 上帝替我们 加精 长肉 而且用皮 来折盖我们 可是单单有这些 请问 这个 还是 比较机械化的 或是形式化的 因为圣经说 还没有气息 进入它里面 所以 它还是 还是害骨 只是变成一个 完整的害骨 完整的尸体 所以就需要 等 等气 吹到它里面 那气怎么来呢 很特别哦 我们如果读以细节书 你就会发现 所有所有的 能力 所有的 这个赐福 所有的应许 所有的复兴 都是来自于 神的话语 如同 创世纪 第一章 告诉我们 起初神创造天神地 然后 第四空气混沌 约美汉 神说 要有光 就有光 所以是透过 神的话语 神说 耶稣基督 在四十天当中 战胜撒大魔鬼 也是透过 宣告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 非常看重 神的话语 以细节 因为 因为 神的话语 是 安全的